我如何凡事线上感谢 我其实感觉这好像说很容易 但是要每天做好像不太容易 但是我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经历了高山低谷 经历了许多困难挑战 我们就发现真的 每一天线上感谢 是一件神儿女很感恩的事情 阿们 所以我们为今天有美好的空气 大家可以见面 真的是向神线上感谢 那我觉得在这个礼拜 在我生命当中 有发生两件事情很感恩 那我想要先做个调查 这一个礼拜当中 你有试着做一件小事 改变一下 请举手一下 有有有 好 好谢谢 举高点好不好 我看一下 好谢谢 请放下 好大概一半的弟兄姐妹 那 我这礼拜也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是通常礼拜一呢 我是就是安息日 我就礼拜天忙完之后 然后从礼拜天晚上 然后到礼拜一晚上 我就是放慢脚步 刻意的不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礼拜一的早上呢 通常我们会有家庭的祭坛 就是我跟师母 还有三个孩子 我们一起敬拜神 然后一起聚集的时刻 那通常都是我在前面讲 但是我后来做一些改变 我说孩子们 你们来前面讲好了 这样我才能够真的放松休息 然后呢一开始呢 他们讲的 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后来一次一次 我发现他们越讲越好了 然后甚至宣圣 他也看我用头影片 他自己也学习用头影片 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 我觉得哇很棒 然后呢通常敬拜完 聚会完之后呢 我就会再回到我的那个安息的模式 放慢脚步 然后师母就说 你那个信可不可以帮我去记一下 我说 因为已经到中午了 我本来想说就预备吃冬餐 不想要出去 真的不想要出去 因为天气又热 可是师母说 这个保险要赶快弄一下 我说好 我就出去帮他记 我想要改变一下 我说我要跟大家说要改变 我自己不改变 这样怎么行 我就出去 我就带着信的保险的那个 要准备寄出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遇到了两个家庭 然后是以前有听过 然后没有机会交谈的 在我们社区附近 我就跟他们有机会聊一聊天 然后他也很高兴可以认识我 所以我觉得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师母分享 然后说哇感谢上帝 对好像真的在这当中 有美好的心意发生 所以你看真的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有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二个呢就是 宣毅最近在学习骑自行车 然后他是非常小心的 他就是 哇 骑一个几步就放下来 骑一个几步就 脚就放下来 然后师母在后面推的 他就觉得 哇好辛苦 在后面要扶着 后来他就跟我说 哎爸爸你去弄好了 去带他去 去骑一下 我说好 操练一个小事 对我就带着轩逸下去 结果你知道他下去之后 他骑一骑 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心事 我说 我还有额外的收获耶 可以听到女儿分享她心里的事 我就很感恩 对然后我就在下面 跟他共度一个美好的时间 然后上来之后呢 哎跟我的关系 好像变得特别好 然后师母有时候 对我比较直接的语气的时候 他说 哦不可以这么凶哦 不可以对爸爸 我说哦好温暖 对我相信 有操练一个小事情 你们会发现到 那个效果会远远超过 你们想象的 所以鼓励大家 可以这个礼拜 继续的来操练一件小事情 那我相信 你会发现 你可以做的改变很多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分享 人连结 要有充电宝 对出去旅游的 会不会带充电宝 会嘛 肯定要带 现在手机对我们实在是太重 我想要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哦 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有没有一个贵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的话请点个头好吗 他曾经在困难的时候 有帮助你 几乎每一个都有 对 在生当中我们 会有遇见困难的时候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困难当中 好像有一些贵人出现在 比如说 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 之前大家可能也有听我讲过 就是在我们多年前 我们去瑞典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申请一间圣经学校 然后申请过的时候 才发现我们 怀了宣胜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想说 还是凭着信心过去吧 对 因为相信上帝有带领 然后呢 没有想到 在我们去的时候 哇 也是一样 找房子好辛苦 我们 从飞机下来之前 我们都还不知道住哪里 下来之后才开始 跟一个同学找房子 后来找到一间 然后就在那边住下来 结果住没多久 我们就被赶出去了 对不对 住到圣诞节 最温馨的时候 外面在飘雪 结果我们的心中也在飘雪 因为我们被赶出去了 为什么那个 因为房东 他就进来到我们房间 闻到错位 然后说 这个是好像冰箱 露出来的一个液体 他就很担心 因为他看到我们怀孕了 所以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 他说你们赶快搬出去 给你们三天还是一个礼拜 你们赶快搬出去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 有一个大陆的姐妹 就接待我们住在他家 但是我们下学期还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 不可能就是在外面流荡 所以我们在那个姐妹家住了之后 我们也有在学生宿舍单人房住过 然后后来呢 这个情况就是圣经学校知道 所以他们就发起祷告 为我们这个过程 找到房子 然后呢 有一天中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一对 对 然后呢 我们去他家吃饭 他说 我们小组为你们祷告很久 然后一直想为你们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可以住 然后但是有一天 好像上帝就对我们的心说话 那你们自己愿不愿意接待他们来呢 然后当我们听到之后 我们都很感动 我记得师母那天就是 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真的是跟我们祷告的事 真的是非常吻合 因为我们在那时候 就是孤身在外面 我不知道怎么做爸爸 然后 所以我就祷告说 可以有一个榜样 让我学习 然后 她很喜欢做小点心嘛 所以她说希望妈妈可以很会做饭 然后她可以旁边看 人家怎么做瑞典美食 其实 父亲 他跟 我在台湾看到的一些父亲不太一样 他是小孩子回到家之后 说出去玩出去玩 然后就在外面的窗口 看看他们在那个游乐场玩 然后我回来做功课 睡觉前 然后陪他们玩桌游 玩完之后 然后陪伴他们 然后睡觉 然后上床 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个很好父亲的榜样 就是跟他们的孩子关系很好 甚至他们的女儿 在他们前面还跳舞 然后唱歌 然后爸爸在旁边拍手拍手 我就学到好多好多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让孩子一下 下学下课就去游乐场 他说他们在那边 可以学习人际关系 然后怎么样解决冲突 解决问题 他说很好 我就学习 然后 更厉害了 这个 他是 不单单自己做面包 做面包大家都会 在家里面自己做肉丸子 因为瑞典很喜欢吃肉丸子 他就买绞肉鸡回来 自己打绞肉 然后自己做肉丸子 做蛋糕 做面包 什么几乎都是自己做 然后我看师母就在旁边学习 一边学一边吃 所以宣圣生出来的时候很不容易 在瑞典我们的那个宝宝的身高是破纪录的 是比瑞典人还要高的 而且很重 因为迟太多点心了 长得太快了 所以我们就跟这一家有一个很美的关系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上帝安排我们一个人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还有二章十八节 请 上帝说 那人读 一个配 帮助他 人是创造在关系当中 在关系当中我们得到帮助 所以你会看到说人被创造 我常常在读创世纪 就是每一次都让我很不一样的感受 很不一样的领受 因为创世纪我们看到 人造世界还有人原始的印象 你每一次读你就会感觉到很感动 这就是人在堕落前应当有的世界 应当有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我看上帝造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 而且他是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是要怎么对待我们的呢 赐福我们 他在关系当中 要怎样 赐福我们 他不是说 你们自己自生自灭 你们自己做 不是 他是要来赐福我们 然后要去管理 而且他也 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 他说那你们独取 造一个配偶来怎样 帮助他 所以 人是被创造在关系当中 而在关系当中 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到 祝福得到帮助 但是 我们知道在关系当中 是我们很享受 也是有很多受伤的地方 是吗 你们看到当撒旦来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怎么了 他做了怎样 他拆毁 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说 上帝起誓真说 对 上帝明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 但是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你不一定要看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不一定是这样讲的 难道是真的吗 他就怎样 做拆毁 拆毁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当人跟上帝的关系 一拆毁之后 你会发现 人跟人的关系 也破坏 人第一宗谋杀 就在亚当夏娃的家庭里面 所以当最进入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关系当中呢 就慢慢慢慢的被扭曲 慢慢慢慢的被撕碎 慢慢慢慢的 你不会再享受 在关系当中 神的祝福 还有彼此关系当中的帮助 在我们社会当中 你如果问了10个 搞不好有11个 都会跟你说 你什么地方受伤最多 肯定都是在关系 而且甚至是在家庭 在原生 或者在配偶里面 或在职场当中的关系 有一个调查也是 人离开一个公司 最主要的不是离开公司 而是离开什么 人 离开那里的人 所以人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造在关系当中 撒旦也知道 他来就是破坏关系 但是耶稣来的是怎样 耶稣来是恢复关系 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经节好吗 约翰福音14章6节 还有哥林多后15章18节 请 阿们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录你生命 若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然后一切 在哥林多后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 与他与天父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将我们思绪的关系 让我们更长一回复 他也很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孩子 我想我们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神 就是你会经历到你跟神的关系恢复 你会很享受你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蒙福的关系 不是一个好像知道有一位上帝 但是你是惧怕他的 而是在你跟神的关系当中 你很享受他赐福你 第二个你会经历到是你跟人的关系 会有一个恢复 我们爱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仙爱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可以跟你自己和好 你会原谅你的原生家庭 你会原谅你的父母亲 会原谅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 你会发现你变得更自由 更享受 因为耶稣来 他让我们在这个破碎的关系当中 回到原本他创造世界的那样子的关系当中 但是这个是需要过程的 不是说马上一切都改变 而是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当你越接近上帝 越渴慕亲近他 你会发现那个关系就慢慢的恢复了 所以感谢神 当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天父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而且他也将这个使人跟天父和好的关系 这个职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最近在祷告会当中 我们一直来为莱比锡来祷告 一直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我相信上帝会使用我们 让许多新朋友来自己认识他 他已经把这个职份赐给我们了 所以感谢神在这当中求神来帮助撒旦 有了美好的关系 而在这美好的关系当中 我们与神恢复的关系 你会发现他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而且我们一直在读这一段经节 对不对 以赛亚书40章2831节 如果不会的话 我们可以看着一起念好吗 好 请 智能力 这边讲到说 当我们等候耶和华 必同心得利 他是我们 而这个等候我们之前有讲过 他不单单花时间等候他 经历他 而是将你的盼望 放在他的身上 你不是将盼望放在人 或者事情上面 而是你将盼望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这世界我们知道 很多的事情 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你失望 但是你将盼望放在上帝那边 你总不会失望 你会有一个很 最近写一个德文 讲 余巴拉选 会有一个惊奇 惊喜在我们的当中 为什么呢 上帝要我们等候他 但他其实也在怎样 是也在怎样 等候我们 我们来念 最终 当十八姐 请 等候 阿们 上帝在等候我们 他要我们等候他 但他也在等候我们 就让我想到 好像在偶像剧里面 男女主角互相的等候 总是擦肩而过 到最后 见面了 达到剧中的一个高潮 上帝他一直在等候我们 他也要我们去等候他 而在这边的等候 有一个意思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好像那个突然在 有人经过 surprise 然后就突然给你一个惊讶 你知道 可能做爸爸的都会有 做过这样的事情 突然在生日当中 一个惊喜 他已经在那边 预备好满满的祝福 上帝必然等候 他要施恩给我们 他必然兴起好 怜悯我们 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上帝 反正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 在这边等候 有个等待 甚至有个埋伏 渴望的意思 所以上帝很渴望 要祝福我们 很渴望要来施恩 怜悯我们 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 有更深对上帝的认识 他是这样子爱我们 他是这样子良善的神 他是这样要赐福我们 从创世纪我们 他赐福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在这当中 我们好像还没有经历到 上帝的祝福 看起来好像还反而经历 这些困难挫折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 他是要赐福我们的 在很多的关系 很多困难当中 你会看到神 好像预备好 要来赐福给我们 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就好像上次我们看以利亚 他面对到一个 很大的胜利 对不对 但是后来怎样 一句话 让他的信心击垮 然后很无力 但是其实上帝有预备 七千个未成像 八粒屈膝的人 在这城里面 上帝预备以利亚 要去高两个王 高一位先知来接续他 上帝对他有一个计划 很美的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计划 上帝必然等候我们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恢复之后 就更多的去享受到 上帝是那样子 爱我们 他想要赐福我们 但是因为罪 我们跟神隔离 但是耶稣基督来 他恢复了我们跟父的关系 而且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是我有耶稣基督 唯有借着他 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还没有 经历到这样的祝福 我鼓励你 你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 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 当你这样做 你就跟原本创造你那位 恢复了那美好的关系 你会在这关系当中 经历到上帝要赐福给你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人和人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呢 你也可以经历到力量 但也可能 力量会流失 因此 慎选你的朋友 真言书18章24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 请 与人的关系会 给你 你的朋友 我这边不是说 好 我现在开始重新的 都不跟外面接触 然后都不跟外面人打招呼 我只要顾好我的几个密友就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这边上帝教我们一个智慧 你亲密的人会影响你 所以要慎选你的朋友 家众如果有孩子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教他们怎么样去选择你一个 亲密的朋友 不是说每一个朋友 我都把他当成是非常亲密的 跟他分享一切 我生命中的大小事 不是这样子 要慎选你亲近的朋友 我要跟大家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学过热力传导呢 有学过物理吗 有的有点头有的 那如果有点头 就容许我在这边 这个卖弄一下下 热的传导呢 主要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是什么呢 直接接触嘛 传导对不对 你碰到热的东西 而且你感觉到热 第二个传导是什么呢 会流 锅子里面的嘴慢慢的沸腾 会流 这个介质的流动 会让热传递出去 第三个传导是什么呢 辐射 像太阳离地球很远 中间也没有空气 但是就透过这个辐射 将热可以传递到我们身上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 你靠近谁 有一句成语叫什么 敬诸者赐 敬末者黑 我们可以跟每一个人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甚至在这个关系当中 上帝可以使用我们 让人跟天父和好 因为他将这个职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跟很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亲近的朋友你就要胜学 因为他会影响你 好像这两个杯子 如果一个冷 他靠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冷的杯子会怎么样 会慢慢变热 因为有怎样 有热的传导 会传导到他的上面 他会慢慢的变热 所以呢 在这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 亲近的密友呢 第一个就是 亲近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寻求神国事的人 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好吗 在这边 请 阿们 所以当保罗跟提摩太 他已经要服事了 然后他要鼓励 你要知道你身旁有谁 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自己在我的枕边人看到的 我常常看到师母 他每次需要祷告的时候 他有一个好像带导的这个网络 他就请谁可以帮我祷告一下 然后我本来看他好像愁眉苦脸 怎么进去祷告讲一下话之后 就面色轻神很多 我就看到哇有力量有力量 所以呢当他一个人拿电话去房间的时候 我通常不会说 你要做什么 我就让他去 因为他要得力量了 所以他旁边有一些 能够跟他一起祷告的人 然后也有一些姐妹 他需要的时候 他会跟师母一起来祷告 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觉得对弟兄来说 我们反而要多一点学习 因为我们比较震惊 我们比较不太容易敞开 但是我们一旦敞开 我们就掏心掏肺了 是吗 我觉得这个姐妹呢 好像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人 说聊聊 然后就一起祷告 所以这个 对我自己也是要更多的学习 怎么样去亲信 那些亲信祷告主的人 然后一起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远 所以宝宝很清楚地跟庭太讲 有要去同 你要去跟他们在一起 有一些人你要怎样 我要躲开 对 我觉得这边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提醒 如果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够有一些 很好追求神的密友 在我们的旁边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 是走在一个力量当中 你偶尔会没有力量 但是当你有一些 追求神的人在你旁边 跟他们一起祷告 你会发现你会有力量 但是也要小心 有一些关系 不敬前的关系 就好像在这边保罗讲的 在这末后的世代 我相信我们现在更是如此 有一些人我们需要躲开 所以想想看 在你的关系当中 有没有一些像保罗 这边不敬前的关系 你需要保持距离 你需要保持距离 不然你可能会怎样 敬诸者赤 寂寞者黑 因为关系是会影响的 关系会好像那个热力 传导 会有一个传导当中 所以要慎学你亲近的朋友 但是呢 再一次我想 不是说要我们 都不再跟别人打交道 不是的 我相信上帝会透过我们的关系 然后将神的果带下 将美好的福音传递出去 但是对于你生命当中 靠近你的人 你需要圣选 你需要明白哪些人 可以带给你力量 哪一些人可能会带你远离神 你必须要小心分辨 三股合成的神子不亦特 所以如果你有找到其他两股 是追求神 可以跟你一起去追求那个公义 竟得仁爱和平 谢谢神 你不亦被折断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祷告 求上帝打开你的眼睛 我相信神一定 在你周围已经有安排好了 那照片呢 就是我三股合成的神子 大家知道之前也有来过 我可以很敞开我的心 跟他分享我一切 我需要帮忙 我需要带导的事情 他就好像我的属灵父亲一样 我可以跟他分享 那这一位呢 是我的属灵兄弟 他也是我的学长 杨牧师 那我们三位牧师在一起呢 我们常常会一起 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一起运动 一起去分享 一起爬山 或者有时候一起去踢球 然后我们的家人 我们三位师父 好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美好的关系当中 我经历到 上帝在关系当中 是可以让我们得力量的 上帝在关系当中 是让我们可以蒙福的 你好像仿佛 回到那伊甸园的当中 看到神在人的关系当中 会赐福给我们 会让我们在关系当中 互相的祝福蒙福 最后呢 我要跟各位说 我们一起讲吧 找到你身旁的充电宝 也要成为充电宝 带给人力量 对 阿们 感谢神 找到你身旁的充电宝 是谁 对 然后也要成为充电宝 给的力量 爱是因为 爱我们 总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那个电力 源源不绝的源头 是从天上而来的 感谢神 他成为我们 最大的力量的源头 在当中呢 需要有三种 在人和人的观想 我发现这三种人 如果你有的话 会让你的生命 很平衡 很健康 那其实这是一篇讲道 但我就很快的讲一下 想够成全 你的人 他就是无条件的对你好 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但是你在他旁边 你就感觉到很安全 所以这有可能是 属灵的父亲母亲 哥哥姐姐 或者是你的小组长 或者是你的牧师 都有可能在你的周围 你在他的旁边 你就会感觉到一种温暖 你在他的旁边 你就会感到一种力量 他也可以对你的生命来说话 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的旁边 你要珍惜 你要感谢神 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的旁边 感谢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 有这样子的人在我的旁边 所以我有更多的经历 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 看得更高 看得更远 是互相陪伴 接纳的人 这好像属灵的伙伴 可能就在你的小组当中 想低球就想找他 或者是想逛街就想要找他 然后有什么事情 难过了 他就听你倾诉 他就在你的边上 陪伴你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人 我也要恭喜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因为上帝不要我们一个人走 单单为他付出和给予的人 想想看在你旁边 是不是有一些人 你就是很想要祝福他 你就是很想要来爱他 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鼓励你 可以去找到你身旁 就是想要给他祝福 不求回报 我相信上帝也要我们学习怎样 成为一个给予祝福的人 你就是祝福他 你不会求他回报 就算他不对你好 你也不会受伤 我相信在这当中 我们也学习成为一位 属灵的父亲母亲 成为属灵的哥哥姐姐 你就是在他的边上 就是要来祝福他 就是要来帮助他 就是要来给他力量 所以你生命当中 如果有三种 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觉得是很美好 很健康很平衡的一个状态 就来帮助我们 最后呢 我想用金姐做一个结束 成为一个能祝福别人的人 给别人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真言 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好吗 请 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滋论人的必得滋论 我们再一次 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滋论人的必得滋论 上帝的话是要我们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力量 成为别人的充电宝 来滋论人 我发现一件事情 在我生命当中 我看到有些人 很慷慨去祝福别人的人 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 不单单是物质上面 在心灵上面更是如此 上帝的话是不改变的 好施舍的必得风雨 滋论人的 他愿意去帮助人给人力量 他必得滋论 今天呢我要离开我的家 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可爱的小女儿就问我一句话 因为我就 我就说我们要学习成为给人力量的 滋论人的 他就问我说 爸爸那我们给人力量 那我就没有力量啦 我滋论人我就 那怎么办呢 我说哇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但是上帝的话 你滋论人 你就怎样 得滋论 你滋论人 你就得滋论 你滋论人 你就得滋论 所以弟兄前面们 我们给的永远 不会比上帝要给我们的还要多 就是带着信心去做 你可以做的事情 在你周围的人 想想看在整个礼拜 我又有个小小的回家功课 不好意思 因为我很喜欢 我们一起听到 我们一起操练 一起做一件事情 在这个礼拜 找个人 给他力量 太难 比如说赞美他 对女生来说 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 你今天衣服很搭配 他其实说本来出门可能还蛮难过 说没有衣服穿 怎么衣服都那几件 后来你这样赞美他 说其实我搭配的还不错 所以一个小小的事情 你都可以 我们有学过五种爱的语言 超练看看 真的 你会很享受 你会吃你嘴巴所结的果子 一个爱的语言是礼物的人 送他一个礼物 他搞不好一个礼物都笑 都闭不了嘴 为他做一件事情 帮他洗碗 帮你的配偶整理一下桌子 帮你的小孩整理一下 他的房间 或是帮你的太太洗个碗等等 特地为他做一件事情 我相信都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滋论人的必得滋论 当你愿意带着信心去做上帝的话 我相信上帝是很喜悦的 他会滋论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了力量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Amen 让我们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去想想看 我怎么样可以去帮助 滋论他 然后给他一点力量 我相信上帝要赐福给我们 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向的 愿神来赐福我们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让神来 我们先来感谢神 我们先来感谢耶稣基督 他恢复了我跟天父的关系 他恢复了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谢谢耶稣 来赞美他 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 施舍的人 愿意给予 愿意滋论别人的人 愿意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力量 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充电宝 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 上帝已经把好多美好的祝福 放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 但是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话 上帝的蓝图来做 当你按照上帝蓝图去做 也许他从来没有对你讲过什么赞美的话 但是你决定你要对他 也许就是今天这个礼拜 你要对他说一句赞美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上帝要在这个关系当中 有美好的种子 要开始发芽结果 好不好 在这个安静的时刻 我们一起求圣灵来搜寻我们的心 想想看在你身旁的关系 有没有哪几个关系 好像神今天提醒你 你可以成为那给力量 还有滋润 如果有的话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可以成为给人力量 滋润人的人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赞美 哈利路亚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为 给人力量 愿意滋润人 主要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 有很多困难 有很多不容易 主 但你恢复我的生命 好叫我的生命 可以成为祝福的 主 我愿意来使用我的生命 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主 谢谢你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您文静 您的 Crist质